现场继续为您报道 公平会今天公布 有一家卖瓦斯防震器的业者 先用这个赠奖活动 来吸引民众参加说明会 然后不久之后就上门来推销 单单是宜兰县政府 就接到了105件民众申诉的案件 公平会认为这已经是强迫推销 违反了公平交易法 今天对业者重罚400万元 公平会指出 正安科技公司 假计政府机关民意 在全国各县市的 里民中兴和庙口等地办发表会 以赠奖方式吸引民众 再以不当方式到家里 强力推销瓦斯防震器 这样的销售行为 违反了公平交易法 第24条规定 处400万元罚还 三个一组的销售员 就两个跟民众 一直在这边讲 宣导防震的观念 另外一个就开始 直接升装设备 等到讲完了 设备也装好了 很多民众 你也知道碍于情面 或者当场不好意思 也就买了这样的一个设备 公平会指出 正安公司从民国96年起 开始以强迫销售 地点遍及 宜兰 新竹和高雄等地 平均每天办理四场的说明会 每次销售150组 到360组瓦斯防震器 一组销售4000元 但英联新政府 光这两年内就接获了 105件申诉案件 以足以影响市场交易秩序 随公平会经过调查 发现业者有违规行为 才会开罚 但正安科技公司 去喊员表示 平常虽然已办说明会 招揽顾客 但没有强迫推销 公平会提醒民众 如果遇到瓦斯安全器材业者 当场有不当诈骗 或强制安装行为 民众都可以直接报警处理 以维护自身权益 接下来